母猫在生小猫前一般是不会主动给主人有任何提示的 因为猫属于一种羞于表达的动物 也就是说猫咪在遇到如疼痛、疾病、危险等情况的时候 所做出的反应一般都比较隐晦 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长想要在家里猫咪生小猫之前主动给予您什么提示的话 还是醒醒吧 因为判断猫咪是否要生产 需要我们家长经过细心观察 并通过猫咪的一些行为和身体的状态来判断的 首先是时间 一般猫咪的妊娠期在两个月左右 第二是体态变化 如乳腺发育能挤出乳汁 第三身体机能的变化 如起温、血压、心率、呼吸率升高 第四是精神状态 一般表现为焦虑不安 喜欢找地方躲起来 第五就是羊水破裂 如果从船道排出泡状结构 那么证明猫咪也是要快要生小猫了 所以通过悉心观察的家长 我们才能及时发现猫妈妈是否快要生宝宝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